阿飞的莫飞的早餐 我是谭香龙 来今天民国112年 2023年8月24日星期四 礼拜四的时间 七点钟的时段 这个时段 除了谈每个月 我大概都会 都会锁定一些教育的议题 除了教育议题之外 我也会会找一些 我觉得很特别的人 他做一些人物的访谈 分享他们的 他们的生命经验 以及他们的 他们一些 一些很特别的想法跟思考 那最重要是说 要有落实的能力了 好这个单元 我称为怪怪的台湾人 那因为我相信 只有怪人才有动力 那这个世界 就像这个Vocal讲的 就是文明是疯疯癫的人创造的 要有某一种的疯疯狂 那怪异的想法 他才有可能去推动文明 好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的 常常客 他已经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 平常访问他 都是在谈书的时候 特别是出大书的时候 那他自己的经营的出版社 是台湾现在数一数二的 大的出版集团 规模算差不多了 你现在就不错 你现在就不谦虚了 以前我这样讲 你多半都还要谦虚一下 不是 可是诚实 我说规模差不多 也算是排得很前面 数一数二 对 就已经 已经藏不住了 所以就不谦虚了 好来 在我们现场的 独书共和国的社长 独书共和国底下的书系 我每次问 问你们的 就是说总编辑 我说你们到底有多少书系 他们都讲 讲不清楚 三十几个 四十几个 现在应该有四十几个吧 有有差不多 四十几个书系 好 独书共和国的社长 郭重新欢迎 谢谢你 谢谢 湘荣兄 听众好 好 今天找郭重新来 不是要聊 要聊书 反正你们的书系很多 反正总编辑很多 我是因为我在杂志上 可以看到 我在小的郭重新 在看这件事 好 那翻杂志的时候 其实并不是我翻到的 是我老婆翻到 他说 这不是你朋友吗 人家 人家搞了一个 这么漂亮漂亮的书 你为什么都不知道 我看说 对啊 郭重新 然后在迪化街 当然我们这种的台台本人 听到迪化街 大概 我们脑袋里面会浮现出来的 那个历史感空间感 就不太一样 就知道 第一个会在迪化街里面 会想要干点事的人 大概都是一些有想法的人 要不然就跟迪化街 有渊源的人 也可以这么说 可是这一次呢 是蛮意外的 郭重新到迪化街 开书店 是有点意外 因为一年 一年多以前 或甚至更早 我有个朋友 周一成 他就老是找我 开书店 我说我是做出版的人 我不是书店的人 那上上一次呢 他就说 你们老家要出租了啦 要不要来 我说 他来干什么呢 他为什么知道那是你老家 反正 老朋友 一方面老朋友 一方面那个 我祖父是蛮有名的人 当年 所以大概迪化街的人 如果又认识我的话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 我才发现我过去 对你的尊敬度是不够的 少来少来 我才发现 原来郭重新 是迪化街的富商之后 惨凉啊 对 没错 那就第一次 我们两个谈这个事的时候 我说我真的不晓得 要去做什么 那他说他想开书店 而且只开下一层楼 我说你如果你要开 那我跟你合作的话 可能就我们投资嘛 合资嘛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他的朋友想租房子 那个周宇成在那里 我常笑他这个包租工 他行情很清楚 所以他就帮他朋友 安排租这一栋过一面 可是他朋友嫌太贵 而且他们不需要用到楼下 所以想楼下分租 原始是这样子 可是当时我还没有开书店 等于是没有 有这个念头 可是从来没做过 所以我就想 那我就跟周一辰合作 我们来开 我就出书 那也许一些资金 可是这老兄也不晓得 就拖了一下 那后来就说被租走了 被一个叫小棕咖啡 那我还去了 去了以后发现小棕咖啡 说现在在试营运 那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已经开书店了 在别的地方开书店了 所以后来他又打 这个周宇成又跟我说 小棕走了 你要不要来 我说我已经开书店了 那就可以谈 那我跟周一辰说 说我既然已经开了 我们两个就不需要合作了 我自己来 他说那太好了 他还不想弄 就这样阴错阳差 就在我的老家 就开书店来了 就真的是阴有 而且刚开始 我还不知道书店 应该取什么名字了 那现在的店长 Willie 他就当然取郭宜美 我说我总觉得拍卸拍卸 你知道吗 把自己的家里的这种 也反正你知道 我祖父那个生意 后来 郭宜美是你的谁 他跟人名没有关系 关系是我祖父自己取的 他的三号可以这么说 他的三号叫郭宜美 对 我祖父很爱取名字 我们几个小孩的名字 听起来就像是老婆 或是女儿的名字 郭宜美 所以我这个郭宜美 郭宜美是谁 当然这个郭 我想郭重新一定是有关 原来搞个半天 郭宜美并不是谁的名字 就是他取的 OK 好 现在你的郭宜美书店所在的这个位置 就是郭重新长大的地方吗 其实很靠近 OK 郭宜美是临着迪化街 可是我祖父在这个房子的后面 又盖了一栋洋楼 我是出生在那里 长大在那里 为什么呢 因为大概从我有记忆 我那个郭宜美这个房子 跟隔壁的房子 已经被大伯父 或淑公 他们卖掉了 所以我郭宜美 其实只是知道 而且印象中 也许我曾经偷偷的 因为前后的房子 那个二楼走廊是通 有个空中走廊 所以是通的 我们还偷偷的跑进来 从这里下去到迪化街 就是说 我们从小 从我们家到迪化街 都是走这样的房子 那以前走的是淑公的房子 因为这栋已经卖掉了 所以就走淑公 那这栋我几乎 印象中只有那么一次 这样流进来出去 他们看到我也没怎样 就让我走 就是我们的听众 你听郭崇星讲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讲起来就是说 那块地方以前都他们家的 对不对 对 你知道能够用这种的腔调 讲话人不多 好妙 但是 他们讲迪化街虽然说是 一般人认识迪化街 年获大街 所以你要知道 他是台北的发迹地之一 可以这么说 真的是 从大道城 沃万华这边这样子一气 那个呢 之所以说是洋楼 就是过去五口通商之后 然后呢 整个的 整个的西方的力量 开始进到亚洲 同时也把台湾当作是非常重要的据点 那从北台湾进来淡水河进来了之后呢 大概就到这个位置上面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地方 真的是 好 你们国家在里面几代 其实很惭愧啦 就是一代 就是我祖父是白手起家的 然后交给我伯父就垮了 当然那个垮 一方面也许我伯父就不是那块料了 一方面呢 那时候也刚好是日本人走了 国民政府来了 那我祖父当年做生意的基础 跟日本人的关系是很深的 所以他当年的大宗买卖 包括满洲啦 什么日本 做这种大生意 那日本人走了 那伯父你知道一辈子就是那种有钱哥嘛 那接这个大生意 大概只看到他的风华啦 那做生意的 而且政治环境也变了 人也变了 他反正听说就是后来还被关了啦 就基本上 对啊 你这样讲 我大概就比较难理解 就是政治结构变了 社会结构就变了 那你的生意 如果基本上面在当时的那种环境里面 能够把生意做那么大的 大概跟日本政府多少是有缘缘 好在我们现场呢 那是郭重新 他现在是读书共和国的社长 那平常的访问的大概都谈书 不过因为我看到 看到这个郭义美书店的时候 我觉得应该要找郭重新来聊聊 因为这个是一个 这个是一个有历史跟文化感觉的故事 那你现在在你们家离开了 因为你说那房子把他都卖掉 你现在都郭义美书店 也都是租的 那你离开了迪化街之后 你还有常回去吗 会 会 可是会 真的是会 然后去看看 那也反正也 我偶尔还会进到那个 我说后面那个阳楼 后来是租给一个外国人 然后那外国人就把 等于是他后来他变成一个包租公 然后来住的都是外国人 那以前我们的房间就变成一户人家 一户人家 蛮有趣的 侯孝贤也在那个阳楼拍过电影 那当然因为迪化街 我在讲话 我觉得迪化街没落过一段时间 没错 当然因为整个的社会结构改变了 它是一个老的市区 老的社区 就像台北 台北的重心 整个都往东移 那当然西区就没落了 当然也包括迪化街 大道城这些区块 现在是在一个文化复兴的过程 我觉得我最近这些年 近西区的感觉 我觉得每一年都有变化 他的文化复兴的味道 我觉得回来的很快 而且我觉得 在文化复兴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整个的西区也年轻化了 就是回来的不再是像是 郭崇兴这种老咖 你就进来的就是 不管是外国的观光客也好 我觉得年轻人 就是年轻人的生活形态品味进来了 所以他的文化复兴是有生命力的 我觉得他不是只有复古跟怀怀旧而已 他是有生命力的 好 在我们现场的是郭崇兴来 我今天找他来 是要聊聊他的郭仪美书店 因为我觉得这个故事 是可以好好品味一下的故事 然后进广告 广告回头之后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现在再回到迪化节 少小离家老大回 可以这样讲 虽然距离不远 说中间你有回去 可是真的跟你现在回去开书店 的那种感觉 那就真的是贺之章的那句话 少小离家老大回 以前童年的家 童年的老家 跟你现在回去 你的迪化节 那个差别有多大 进广告回头了 好 非得莫非得早餐 我是谈亚诺 今天礼拜四的时间 我访问了郭崇兴 读书共和国的社长 现在我不是要谈读书共和国 也不是要谈书 他已经很厉害了 他已经把一个出版社 从过去我听都没听过 你开出版社多久 我OK 我开的话 现在这个歌二十几年 现在这个二十几年 因为在我做广播节目之后 我当然就开始注意出版 可是以前说在读 读书共和国是啥 我不知道 不过这些年时间 就知道读书共和国 非常的成功 他在书系的经营上面 在出版量 在营收各方面来讲 非常的成功 好 不过今天找郭崇兴来 是聊他的书店 这书店叫郭怡美书店 我以为说是像先人致敬 所以叫郭怡美 可能像妈妈或是谁 就也不是 原来祖父的 在当时的三号 就叫郭怡美 好 我刚刚讲 就说你在那个地方出生 童年的记忆 跟你现在再回去 但我看到所有的报道 大家就说 郭忠兴回来 就是有那种觉得 游子返乡的感觉 邻居 一些老龄 都七十七岁了 但是大家都还认识 看到都还认识 我觉得那个感觉就很棒 好 不过从你个人来讲 你小时候的迪化街的感觉 跟你现在回去的感觉 有什么差别 那真的是不一样 你知道我小时候的迪化街 还有牛车 苦力牛车 我说小时很小的时候 大概七十年前 六十八九年前 还有你知道 那个大道成 那个城隍爷大拜拜 轻轻框框 那都记忆犹行 不过应该说 人像我 必须有个保护机制 你知道吗 我三十六岁 等于是心态上 像是被 被这样赶出去 我就心里就有个 自己 愿的 不是不是 就有个防火墙 围墙 好 然后呢 就把过去的事就 不碰了 你还有 你还有这样的感觉 因为我必须往前看 所以你有那种 静相情缺的感觉 对 就不愿回头去看这一段 空间上没有问题 空间上去 你意思就是说 你不能投入太多的情感 所以 这一次 我不刚跟你讲吗 本来那个书店 要不要取 郭义美 还不是我要的 是我的店长 说应该取 郭义美 他有故事 有什么 其实我是有点 心里是有 有一个角落 是把这些 都冻结起来 因为那个时候 我离开的时候 我就问自己 那我的 这一辈子要做什么 你知道吗 家都不见了 那一方面是说 我是不是可以 可以去赚大钱 不管怎样 做股票 什么时候 可以想想 自己好像 也不是那块料子 而且也激不起 我什么热情 你知道去赚大钱 买租 这看起来是个故事 可是激不起我的热情 大概我自己的性向里面 已经跟读书 已经脱不了关系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 就很单纯的说 好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 我就是要把 我现在做的出版 那时候我是在上班 在牛顿上班 我就好好走这条路 那至于命运 会把我带到哪里 我36岁的时候 我都不去想他 那也就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一直真的是到了 大概一两年前 这个郭英美 这个才又浮现出来 所以我才说 我可以 能够在这里开书店 好像是各种 讲阴错阳差不够好 也许是说 这条路就不晓得 怎么怎么就接上了 离开了36年 36岁离开 大概72岁73岁回来 36年 不 我觉得这是注定的 因为你的名字叫郭重新 重新啊 当然是要 当然是要把你的 把你的家 家里面的那个家 家道 过过去的辉煌 要 讲一景还乡 太熟透了 也没有了 就是让郭英美 这三个字 在迪化街重新出现 我觉得只要郭英美 这三个字 迪化街里面的郭英美 又回来了 虽然他 他不是过去的这种的 这种的 就是这种的商店的形态 但是一个迪化街 迪化街除了你之外 还有其他书店吗 几乎没有 几乎没有 对啊 所以我才在想说 那这个很有味道啊 在迪化街那个地方 很多复古的餐饮的 带有一些的 一些的观光器 气息的东西进来 这我是知道的 那宁霍大街的 那个老样子 这我知道就逛过 可是一个书店进来了 这应该是迪化街 以前没有的 对 那这个就很 就很特别啊 好那现在 现在郭英美 当你决定要开书店的时候 你的老家的附近的 这些人士是怎么想法 很高兴啊 很高兴都会来 第一个 他们都当然知道郭英美了 知道我祖父了 所以他们看到 把郭英美 至少这三个字又出现了 你知道那个 这个房子那些 水泥的那个雕塑啊 郭英美三个字一直在的 应该算古迹了吧 对对对 人都不能动 不能动 不能动 所以他们都很兴奋 很高兴 可是呢 不可否认了 他们也已经早就没有读书买书的习惯了 所以今天还算怎么讲 还算幸运 不是应该是说我的一个 我的一个理念 我一直 我一直不承认说 台湾人不买书不看书 我觉得这个是 这不是原因 这是某种结果 而我到现在还相信 这是可以改变的 这当然其实是我 我郭英美之前已经开 已经有两三家书店了 这也是我之所以开书店的这个 这个固执吧 你可以这么说 对 我每天都还是那个啦 我每天都还是保持着阅读的习惯 但是我没有你那么乐乐观 我觉得它不是台湾的问题 这种把书本放下来 是一个国际的潮流去 有了3C产品之后 人一天就24小时 你眼睛看东西看久了就会累 当我在3C的使用这么高的时候 你还要做阅读 那个难度就很高 而且我觉得看3C产品 我个人感觉啦 就是这我没有研究 在看3C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脑部的运作的方式 跟我在阅读的时候的运作的方式 是不一样的 对不一样 所以你已经很习惯3C的世代 你要它回到一个阅读的大脑模式 那个难度会很高 这个呢 这个是我的感觉 我常建议大家呢 你把你手机里面 如果我不知道这个Android怎么样 但如果你是用iPhone 你把你iPhone手机里面的 那个萤幕使用时间 你把它打开 打开你就知道 你每天的萤幕呢 用多久 对啊 对那个萤幕使用时间 我看过的几乎每个人呢 都在都在10个小时 很可怕 那表示大部分时间都在上面啊 所以我就刻意的压抑 我的萤幕使用时间 不让我去用用手机 我就我我我真的 这是我今年呢 在做的事情 我努力的把萤幕时间压到非常非常低 那增加呢 我我其他的时间的配置 好那 你你过意没开多久了 呃去年11月20开幕 然后呢开幕之后呢 开幕之后 应该这么说哈 他的那个租金各方面啊 人家是把你当作迪化街的商家对待 嗯 所以对我们开书店 当然是相当的压力 没错 这个一定是 那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啊 到我到现在还是这么看 嗯 可是郭一美有他有他不同的条件哈 我是说一个书店哈 你一定要要让人家想来 嗯 来的这个不管他是来买书来怎样 这个经验一定要是愉快的 嗯 那你书店如何让人家愉快 对不对 当然你的空间不错啦 哎呀你的书对 人家来可以看到他喜欢的书 或者重要的书 还有点是活动你知道吗 嗯 我是说你只有透过活动 怎样的活动你办怎样的活动 我们有我们偶尔也有音乐会哈 那音乐会啊 不当然是小规模的啦 小型的啦 然后呢我们跟我们让出版社来办发表会 啊我们也自己主动主动找一些人来 办座谈办讲座办什么办这个办那个哈 所以哎每次都蛮成功的 而且我说成功的意思是说 免自然你看当天的销售数字啊 就提升啊 我们还在努力啊 还在努力 所以而且你刚刚问我说 那个什么吃东西啦 喝东西啦 其实我们的比重很低 我们是有个有个空间没错 那我吸这个空间 我觉得的是人家来书店走一走逛逛嘛 对不对 那有个地方坐下来 或者跟朋友约在这里啦 大家可以聊天 所以我们那个空间占整个 占整个我们书店的那个很小的一个比例 嗯 可是我只要周末回去啊 都客满耶 都客满 并不是说他有好的餐饮 他绝对没有 只是咖啡啦 一般的点心 可是他提供了一个空间 因为大家 你知道吗 大家喜欢在迪华街逛嘛 观光区 他现在是观光区 迪华街逛 书店当然 现在你知道吧 我昨天才得到一个消息 迪华 郭亦明已经被 不晓得什么杂志 列为男女约会的第一名 就是说 第一首选啊 最好的地方 就是网红打卡地点 对 所以很多人来这样走走看看 然后也找个地方可以坐下来 我觉得是要的啦 是要的 而且我在欧洲 欧洲看很多书店都不小 都是都有个空间 让一下 因为他们当然主要是喝酒嘛 喝点酒啊什么 我觉得这个空间是好的 好的 可是不是不能 你知道不能 什么叫 先兵夺足啦 变成说 我这个 我真的听很多人这样跟我讲 真的 他说我这个书店 书的收入大概只有百分之二三十 都是靠餐饮 我就想那你就不要开了嘛 你看成品后来也是一样 不知道了 成品我 成品的笔送我真的不知道 好 因为这个故事啊 因为今天是我主动的 把国外国中心找来 我说你这国外国的故事 你不来我这边讲一讲嘛 好 那因为因为这个故事 你就是这个故事里面的主人翁 郭怡美 然后一个一个家到中到中落 好像从《红楼梦》里面出来的贾宝玉 我比喻啦 就是那种 看着 眼看他起 因为你说你们家不用付 付不过三代 付不过一代 付不过一代 眼看他起大楼 眼看他所有的楼都不卖光 今天虽然你回去了 那是租的 你有没有想要把它买回来 我常常跟人家说啦 如果不只是现在的郭怡美 如果后面那个洋楼 可以卖不然 你一定想买就对 我说我抢银行都要买回来 但是没有人要卖吗 他们不卖啊 因为第一个 不是迪化街的房子有种特别 刚刚是没提到 为什么那里现在这么好 市政府有个政策 叫做农积率 农积率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郭怡美现在这个房子 他现在例如他含两亿 他光是整理整理 花个五六千万 他农积率可以拿到两亿 五六千万 所以迪化街的房子 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一般买卖是买农积率 那个空壳子变成没有人要 现在这个屋主呢 他农积率已经拿回一半了 他另外一半也是 也是拓手可得啦 垂手可得 可是他说他要怎么卖我 他如果农积率再拿 照理讲这个屋壳好像 没有价值 所以他想干 他也不缺钱 就还是每个月作收房租 那另外一半的农积率 他也没有去申请 所以迪化街的买卖 是可以买卖 那有些人就买来 然后就碰 去搞农积率 有啦 对因为我在 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猜想了 就是如果可以买回来 以国重新来讲 一定会拼命把它买卖回来 没错 我一定会买回来 而且我想你想的 不是农积率的问题 当然 你就是想回到那地方 没错 没错 对 36年之后 36岁到72岁 多有意思 多有意思的年纪 我一担心的 是跟时间的赛跑 就是说你知道你要让这 郭文明只是 当然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一家 那我还是想开书店的 你想开连锁吗 没有 开分店 一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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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此都是相对独立的 跟我做出版社一样 都相对独立的 那我只是有时候担心 时间不站在我这边 你知道吗 你怎么说你是说年纪的关系 年纪了 年纪了 不然身体还好啊 我们刚刚都还聊了一下啊 之前摔一跤 然后刚进来整个好好的 可是你知道这种人才难秘 人才难秘 而且你知道我现在 你听了可能吓一跳 我现在开书店这几位啊 都没有书店经验的 因为我去找过 例如说从大书店退下来 或者离开的啦 不见得退 他们都不敢 你说开个书店 让他们上班可以 你要他们来负责经营 都不要 因为他们没有经营的经验 所以是人才 我觉得思维的问题 就是说像郭一美这种 它不只是个性书店 虽然因为我问你说 那个整个 整个郭一美书店的屏 屏数 你说大概一百 一百多吗 对不对 一百四十几 一百四十几屏 一百四十几屏 你如果从成品啊 这个规模来讲 它当然是还是小的 那当然 可是如果以个个性书店的角度来讲 一百四十屏并不小 对 可是它的空间破碎 你知道吗 它分成前面 前栋有三层楼 中间又隔了个天井 那就是它吸引的地方 选幽房生的感觉 对 确实是 对 我跟你讲 是要到那种的老房子 因为我小时候 因为住乡下 当然跟你们不能比 但是住乡下一样 就是 你知道那种 那种三合院 三合院并不是有三合院 而是一栋一栋的 那个月落 是窜在一栋 像迷宫 你进去了之后 其实你要到别人家 是不用走出大门的 就在里面穿来穿去的 没错 那那种寻游仿盛的感觉 那在现代来讲 对现代人生活经验来讲 是很有魅力的 对 没错 对 所以我说迪化街的复兴 它的文化 文化复兴是在一种的 一种旧文化的基础上面的 找到了现代的力量 现在的迪化街 你把它认为是年货大街 我觉得那太古老了 他其实他的真正的重点就是 他现在是个观光区 而那个观光跟任何的人 人为的观光区不一样 他大部分现在都 都是用古迹的形态保留 郭宜美 有一点跟一般迪化街的这些 与老房子为号召的 有点不一样的事 一般老房子你进去 大概就在楼下 甚至就是店面 对 可是在郭宜美 你不只是可以进到最里面 还可以往上走 就进到真正的老房子里面 对 因为对了 你如果到迪化街 你大概就要店门口 买个东西 顶多呢 在里面呢 吃个小 大概就一楼的店面 那大概就这样了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 你就感受不到那种的老洋房 里面真正的味道 何况在迪化 迪化街里面 像老洋房剩下的也不多了 还不少 真的 迪化街之所以 台北市政府把它列为重点 就是因为全台湾 没有一条街这么长 这么多保留完整的房子 这么多这么长 而且那些留下来的房子 都还算当年都是 有点气派 你就知道 对郭崇星来讲 看到他们家富不过一代 那是非常不声唏嘘的事情 但没关系 郭崇星回来了 来进广告 回头之后继续跟郭崇星聊 好 郭崇星最风光的那个时刻 郭崇星的童年 是跟郭义美结合在一起的 也没有 其实 最风光的时候 你还没有 我不知道 那是日式时代 但是当郭义美 这三个字还挂在那里 可是 其实 那个房子 以及周围的那一大块 本来都 都你们家的产业 对 但是现在都不是了 都不是 所以你现在是 是精神上的回归 只能这么说 只能这么说 心态上 好 那 你想要借着郭义美书店的 在那个地方的 重新的复活 你接下去还有什么想法 其实我的梦 更大 我在乎的不是 郭家的复兴 不是郭义美的复兴 我在乎的是 台湾阅读力的推广 所以我曾经 刚开始开书店 还没有郭义美的时候 我就说 我要开一百家书店 那当然人家 人家当笑话 我真的是疯子 我也当笑话 可是我真的觉得 你看 你看 像郭义美 他其实生意还不错 你知道 人来人往的 可是我们要想一件事 假如今天没有郭义美 这些人会不会到别的地方买书 我跟你讲 不进来 不会 对 我跟你讲 好 那你现在 因为你的餐饮的比例很 很低 本来就很低 那你主要是卖书为主 那现在 好 我现实一点讲 那现在有赚钱了吗 租金这些cover的过去 还没有 还没有 那第二个 那你的 那你卖书 占你的营收的比例 有多少 七八十 百分之七八十 那这还蛮了不起 对 这也是我坚持的 那表示很多人进来的之后 有被你感应到 有 有 不是被我 被这个书店 那这就是我一直想的 就是说 我当然说 我们也聊到 现在全世界改变 山西产品 这个我都知道 可是呢 不只是我 在英国 在美国 都有这样的现象 把大连锁书店 邦斯诺博物 重新复活 把英国的 Waterstone 重新复活 就一个人 就靠一个人 他就成功 他的怎么成功呢 就书最重要 不要去搞那些 杂起杂吧的 而且要很务实 如果这个店 在一个交通很好 房租很贵了 不要 换个小一点的 在小街小巷 他说书本身可以吸引人 书本身就可以吸引 这是信念 但是在商业上 不过他成功 他成功 我以前出国的时候 但我也会特意的去 比如说像到英国 到伦敦 就去走一下查定十字路 那你到巴黎 你也会到那些的旧书滩 老书店去逛一逛 我坦白说 对我来讲 那个可能是我在这城市 里有记忆当中 非常棒的一部分 但是你说 他能不能支撑 他的商业的力量 那我就很怀疑了 所以你现在的郭怡美 你有这雄金壮志 特别因为你有感情 那我觉得我的经营起来的那个味道 就非常的不一样 好 但是当你当郭怡美开了之后 对迪化街有影响吗 有 他们都票选迪化街最美的店 而且还不胜反你知道吗 那些旅游团 他妈一次就二三十个就涌进来 他又能拿个旗子 那这一直骄傲 这猛照相什么的 还有网美穿个旗袍来这边取景 所以我说那一定是网美店 真好玩 不归根究底 他吸引人的还是 当然这个房子本身是吸引人 当你把它整一成这样 一定的 那除了这个房子的先天的条件 还是靠熟 我必须说我们的那个店长付店 他们在这方面花的心力有多少 挑书 挑书选书退书这样 一直在更新那个陈列 真的花很多功夫 所以你刚刚问我在 在收支上 我一点都不担心 时间问题 都不担心 而且等到 我真的今天稍微吹牛一下 不谦虚了 就说等到他真的可以平衡 我一定要糟糕全台湾 就说书店是可以做的 好我得理这一点 因为 因为 因为这 不要说远了 这二三十年的时间 从陈炳敦南店开了之后 那个大概是台湾的 台湾的出版通路最最风光的那一刻 没错 没错 但是从陈炳敦南店洗灯的时候 我也为什么让我觉得 一个时代要结束了 因为他事实上他就开始 所有的实体书店都走向没落 所以你要开书店 当然从感情上面 那个背后的故事 那我觉得这很赞 可是如果真的要对他寄予厚望 觉得说实体书店是真的有可能复活 你复活一定要赚钱 一般人不可能 不可能在不赚钱的情况之下 凭热情这样子烧 那真的从郭义美 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因为我有访问你 是因为 我这些年的时间 陆陆续续的访问了几个迪化街的 迪化街的老板们 那我发现你们有更多特征 第一个就是说 你们几乎都从迪化街出来的 我访问的这几个都一样 就是我如果说 你为什么会在迪化街做这件事 几乎都一样 就是迪化街 他们都从迪化街出来 或者说现在 虽然家家到中落了 可是总还有一些情感上面 记忆上面 或者还有一些亲戚在那个地方 所以觉得要回来 哪怕是很年轻的 比你年轻很多的都一样 对所以我会觉得 这条街我没有住过的街 可是我会觉得 他一定有某种的 某种力量 把你们这些人 就不管多久都要把你迁回去 我觉得那个力量 是我 我觉得很值得整理 很值得探索的部分 好 那现在的书店 比如说 比如说今天我们访问 你听到的另外一个比较悲观的调子 是连成品 成品都要 都要 都要 都要打烊了 没有啊 信义店 那个是房租的 不过成品你知道吗 他们还 就前几天我们跟他们的总经理 他们很有信心 他们现在在育融成商 对 这我知道 他说这种店 他们还会开四五家 还有社区店 也会开到一百家 他们对阅读到 一点都不退缩 如果真的能这样吃 是很好 不过他的 他的 他的 他的业态的经营方式 跟郭一美 当然是不一样 郭一美大概就独一无二的 好吧 当然 今天找郭重新来 是因为我知道这郭重新 我已经放在心里面很久 从你从你开始准备的时候 我就 郭重新什么时候来 好 那终于这次 这次我们不用聊书 我们聊书店 不过我 我相信 你倒不用担心 因为我觉得 不管是从出版的角度 或者从书店的角度 那个书店 我要去的时候 你周末会在那边 我通常礼拜天 礼拜天下午 我要去的时候 先跟你讲 你总要帮我稍微 导览一下 对对对 好 OK 反正去的时候再说 那今天呢 到我们现场的郭重新 因为他的名字 就告诉你说 郭一美是一定要重新的 要重新兴旺起来 取这种名字 没有再回到迪化街 就没意思了 好 反正的书店呢 在地呢 他已经是个地标 你或许不知道了 但是在地呢 他已经是个地标 迪化街是台北的地标 郭一美呢 现在是迪化街的地标 所以如果你到台北 你真的要 要知道老台北 长什么样子 台北是怎么变成 今天这个样子 你当然要从迪化街开开始 吃吃喝喝玩玩走走 那边是观光区 到的时候呢 你可以到郭一美看一看 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郭重新 谢谢习近平 谢谢听众 好 我们就下回聊 来进广告 回头新闻 来进广告